大家好,又到《玩具不切房》 首先,12月4至6月 就是玩具收藏家范售展的東芝祭 都是D2PACE舉人用 大家要密切留意我們這個重大的日子 大家要記得like這段影片 分享出去 還有多多訂閱我們的TCM Toy Channel 支持一下我們的本土製作 今天我們要搞什麼? 這件事先說一下什麼 我們一定要先說一下節目名字 你跟我說 我跟這次說 六個字 《反壽展 兄弟情》 怎樣是兄弟化? 這個真的是真兄弟 什麼名字? Eddy 沒錯,真是當年情 當年情,即是要聽聽這首歌 我們怎麼認識他? 其實就是2018年 我們的《化壽展春之際》 Eddy就看到 因為那屆龍哥是首次參與我們 做了我們的分享會嘉賓 龍哥即是優福龍 優福龍先生 還有R先生 阿威敏兄 阿威敏兄 然後Eddy兄看到一些東西 聯絡Spencer 沒錯 很唐突地 不怕醜地 也不是這樣說的 因為我們有這兩張簽名版 是龍哥在我們的活動送出去的 他可能知道活動有這個東西送 也知道我們沒有送給他 他就WhatsApp我 問我可不可以賣給他 其實我開台也很唐突 其實我們沒有想過賣 賣就不是那麼好 第二,真的跟他不熟 直接不認識 不是不熟 也不知道是甚麼人 也知道他很有心 後來我們就想了一個 終極的雙贏方法 沒錯 不如這樣吧 你幫我們做一個義工 做我們反壽展的一個活動的同事 他曾經有一屆 如果大家在我們的門口 數人數 看到一個人初四的樣子 坐在那裡 有時初四有時初三的樣子 左另右另腦 頭在那裡按那個東西 他也不知道做一屆 然後去到麥花神也有幫忙 他那次還要大病幫忙 很感人 再加上我們每一次的活動 他都有力 拍賣會也有 他不只是來捧場 他真的很熱情去參與 去投標 有時拍賣 拍賣的氣氛正義 都被他推高了 連MC 網也認識他 怎樣 拍賣是火人 其實是因為真的想找他上來很久 覺得今天也是一個時候 做就了Eddie 所以我就叫做壽展康律 說了一點 我真的沒有想過他們 兩位大哥叫我上來 我也覺得很突然 其實認識他們 完全沒有任何場合認識 只是第一屆去了觀塘 參加他們的參觀 去到第二屆也有參加 去到T2 那屆好像是免費 第一屆就要收錢 第二屆就不用 當然要去 差不多每天都去 接著去到Facebook 因為接著也有留意Facebook 真的看到這兩塊 我們的認識 真的不多不少要說 都要多謝邱福龍先生 你是偶像來的 真的偶像 趁著這個機會也說少少 為何這麼喜歡龍哥 因為小時候什麼都沒有 又沒有錢 又沒有地方 更加不會儲存玩具 沒有的 小時候總之看到有得看 無論是電視或漫畫 已經很開心 以前的漫畫在哪裡看 有些在報紙攤 一本就躲在那裡看 不斷揭 看到當然不給 接著是飛法舖 有時是借朋友 最主要是看漫畫 尤其是超人 銜彈超人 真的沒有漫畫 尤其是《細細歌》 見到內山 即是日本已故的 也走了 內山畫的超人 真是受不了 接著去到 小強漫畫一集 即是上官小強先生 小強漫畫一集 真的看到龍哥的手筆 他曾經有一兩本 畫了鹹彈超人的Q版 自此 那時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只是他畫一些怪怪的Q版 自此就喜歡龍哥 之後他有什麼小魔神 龍神 追到現在山海都有追 沒有定過 所以我們的認識 無論如何都是因為龍哥 都要多謝龍哥 真的要多謝龍哥 還要多說一點 也不是賣廣告 龍哥剛才 我沒有玩Hot Toys 我不是不欣賞Hot Toys 但沒有地方 我估計隔壁兩位 最主要喜歡和我一樣 喜歡日本 也是特色的東西 所以美國那些東西都喜歡 但都叫自己儲不住 有些東西真的要選擇你 但龍哥剛才又弄了一隻 毒魔毒化Iron Man 那我就讀到你了 那我完全讀到你了 他最令人是要有些蜘蛛仔在那裡突出來 那我都破例破處 買了一隻Hot Toys 訂了 其實我還期望 龍哥現在有機會 這次我記得是七周年 七周年 他那個Hot Toys Base 七周年 就推出這一隻東西 我希望八周年 會做一隻異形侵化鐵月戰士 以後有機會 可能你跟龍哥開直接問龍哥 我也想 先說到差不多 Eddie 你剛才說過你小時候看漫畫都很像布子檔 那玩具呢 玩具有沒有真的擁有過 小時候呢 小時候試過擁有些模型 都貴過 但那時候真的沒有很專注買日本的 很喜歡看 模型是特色的嗎 就是怪獸的模型 哦 都貴的 所以其實買到一盒兩盒就沒有了 那時候真的買到漫畫 或者保持著漫畫已經很開心 還有呢 最想就是經常可以看到一些特色的電視劇集 那你看什麼呢 我小時候忘記了 有印象的 金達其實有沒有在 金達好像有做過 金達好像有做過 金達有做過 但我有印象 其實沒有辦法 雖然很多日本的真人拍特色都很喜歡 但是呢 我真的傾向偏向 到現在都是喜歡巨大化的超人和怪獸 巨大化 即是那些等身的 不是不喜歡 即是電腦奇俠 蒙面超人 都可以 天地雙龍 那些都喜歡 但是呢 巨大化那些沒有辦法 因為很喜歡他們破壞大廈 踢爛一些車 拿一些田塔網去打 但不是啊 他們打的位置就沒事了 打的位置就沒事了 我們小時候看到已經很興奮 真的很興奮 還有那時候 我還記得是用魚排骨電線 我那時候 看那些什麼荔滴 那時候應該都不用收錢 要經常在窗口教 都教不到 我記得那時候 鹹蛋超人是在泥滴製造的 那我就要下去樓下的電器堡 不只是我一群小孩 要求那個老闆 教他們看 但是他差不多 未射十字死光 就適機了 他就回到大台 給錢 這麼獨特的 是啊 所以那個情義結 和那個可能心理陰影很大 所以現在就要 要儲物玩具 那個老闆很壞 賣牙 氣肉才來戰台 是啊 我記得當時通常是五點多 不知道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台 有些 當年叫超人力險記 那個名字叫做 他那時候 超人力險記是大台叫的 他好像另外一個名字 我也不太記得 真的要回去看一看 無線叫超力人 超力人 但是超力人 為什麼呢 我記得超人 因為當時叫開 就跟Superman 擔心那個版權問題 所以無線加了力 在中間 就是超力人 但是我記得 阿香那一套叫超人力險記 是啊 麗德剛剛做的時候 吉田樓叫做阿達 我真的不知道 他叫阿達 他譯做香港力量 很好笑的 其實我不知道他叫什麼都不重要 總之可以看 你什麼時候開始 真的長大後 重新再玩玩玩具 收藏 最重要是有錢 沒有錢就什麼都不用說 說真的 有很多人有錢 未必玩玩玩具 沒有錢也有玩玩具 其實這樣說 人最重要是他們的嗜好 你們除了玩玩玩具 你也有玩玩玩具 我又打籃球 你叫做大狗 你叫做大狗 但你的身體不是很大 為什麼叫大狗 先插小頭 因為經常用屁股來插人 即是打球 即是下身位 都是技術的表現 所以人們叫我大狗 好 好 繼續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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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的時候 草都沒有 什麼時候 對不起 應該是大學之後 開始工作 有沒有什麼實質年份 即是二十多歲 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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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選擇 九十年代買舊物不是很貴 新舊交替 那時候真的沒有想過買舊物 沒有的 只是買新的都買不到 會不會當時不喜歡舊物 對舊物 沒有什麼感覺 那時候可能真的沒有什麼感覺 但印象中九十年代的新玩具 不算好多 不算好多 那時候 我最記得買鹹蛋吃魚 就買果子 即是不爾加 很多果子 你一進了第一道門就慘了 你進了有沒有錯 後期也有草 又要追回之前 那批貴的 只是追果子 都追到你氣咳 如果那批果子還在 不得點 最慘現在有些都不知道 質在哪裡 大概是九幾年代 九一二左右 都很早 九一二 因為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新玩具的低潮期 那時候的舊玩具都撿到好東西 撿到 撿到 我就說他新舊交替 其實去到 再之後 我記得是九七之前 九七之前 就開始 我經常都去信和 信和有很多懷舊玩具 仙達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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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和也多 高峰奇寧 我記得當時已經有懷舊過 都有去看他的東西 那一刻就開始有很不經意地儲一些舊玩具 那一刻就開始有很不經意地儲一些舊玩具 好像覺醒了 第一隻是嗎 第一隻舊玩具是嗎 真的不記得 都是鹹蛋系列的那些嗎 不是 超入金 超入金 有些小路寶 都貴的 都貴的 其實那一年份買舊的 現在的價錢 是貴過現在的 是貴過現在的 所以那時都沒有叫力 不會強行追 遇到便宜便買 或者遇到一些好些便宜便買 但都買不到便算了 但到現在就 有自己的家 就叫做 可以允許 現在有時候買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 我最享受 或者都有點變態 就是什麼呢 很想買 準備買 那一刻 或者下了訂 就很興奮 等它來 一來到 一來到 一來到就放了 放了 放了 看都不看 立即去手機那裏 又看第二 就是喜歡買的過程 這不是變態 這是病態 他喜歡未得到之前 和你追求異性都一樣 剛剛看到大Sir那一集 都是一兩次看 他說現在沒有什麼盛趣去追 因為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 他是無敵視追折磨 因為他買完了 也不是 好像桌面一樣 這隻好東西 有隻我真的挺喜歡的東西 很棒 你可以說一下 這隻就是謀逃一雄 恐怖漫畫大師 如果說是飄流教室 就認識 神之左手 他真的畫了 鹹蛋超人 只是畫吉田 我看完他那套吉田馬 因為我家裡也有 不過我找不到出來 失敗了 看到怪獸的造型 其實有些怪獸 他又帶點 鬼異 他不單止按摩鞋 有些鬼相 這條真是 然後一看到 不得了 不得了 頂不住 其實這裏 Spencer 叫我盡量帶點 那些全部都是 那些全部都是 其實還有一大堆 不知道以為這個風水擺前 是啊 你可以放在旁邊 因為全部都是吉田 那個系列的怪獸 那些特別一點 那些是哥斯拉 那些是挺破格的 就是惡魔化的 是 而且他真的 挺漂亮 你看到這個鹹蛋 他是人影 人影 人影 我覺得挺 他有沒有解釋這個設定 人影 他應該有解釋過 不過我沒有去瞭解 也沒有去唯疑 不過我看到這個設定 挺漂亮 很吸引 其實他還有一些小 這兩隻是特別巨大花 都是這樣的尺寸 20多cm 不過在家裡 真的挺漂亮 你看巴魯坦 這個位置 什麼時候賣的 這隻好像是生物的尾 什麼時候賣的 這個很久了 這個可能是在柚先生賣的 十幾年前 網上限定 也不便宜 那時候不太貴 十幾年前不太貴 現在什麼都貴 現在應該貴了 現在什麼價位 我那時候不用1000元 我剛剛在華谷角看到 他不知是2000元有斬 1900元左右 1900元左右 但很漂亮 他沒有再翻出 他沒有 那些沒有翻出 這個就有一個盒 還有一個頭卡在裡面 我給你這樣說 我也想做一隻 你有沒有認識 我對這隻有一點 你問一下柚先生 問他就很貴 這隻就更加難找 我見到香港也沒有 這隻是在日拍回來的 這隻真的好 運費也不少 真的猜不到運費 運費也很足夠 不過我一批回來 我沒有特別考究多少錢 又有些桌面 剛才Eddie說買回來沒有感覺的東西 不不不 沒有沒有感覺的東西 我可以提到我的感覺 然後就得到他的目標 給老婆知道 買回來沒有感覺 然後買這麼多來幹什麼 不會的 阿嫂一定會看這集 人都有有嗜好 他一定知道 這個系列 如果超人 就是銀河聯邦 我們有時候叫銀河聯邦 如果怪獸系列 就是叫怪獸鄉 這個品牌給你 我都不知道怎樣 我問很多人 有些人都答不到 為何會有這個怪獸鄉 對 挺個人 他的名字 叫怪獸鄉 名字是日本的 是 全部都名字是日本的 還有他的相識 還有他的設定 造型的設定 我覺得 我一看就頂不住 馬上要買了 馬上要買 馬上要訂 包括大Sir 那些倉 如果有 真的放在那個櫃 就很有感覺 我們通常這些 雖然被你過關 即是改到海關 入到屋 但你寧願知道 就不要讓它見 當然盡量收起來 所以我這些行李箱 都放在行李箱裏面 長年都不漏光 這隻都是零四年 這隻都在游山 挺漂亮的 你真的覺得 李太太不看這集嗎 你這麼坦白 你這麼不設防 不知道 你盡量不要在她面前開 開電話 對呀 說起李太太 聽聞你兩位小朋友都玩玩玩具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 我感染到 是 挺難得 玩實體玩具 女兒是大女 她又喜歡 通常人家都會儲 她要儲一些怪兒的羊娃娃 都儲了一批 在我們不設防的學名 就是重口味 對 特別少少 去到Annabelle 有多少 全量 她的房間也是 這間房間也是 那兒子呢 兒子也是儲了一批東西 特別不知為何 自從在日本夾娃娃娃 夾到一個獅子王 那個森巴 然後呢 買到整間房 都是 是 猩子王都可以整間房 看 森巴是爸爸還是兒子 對 就是主角 還有一個是堅包 刀巴呢 反而他喜歡刀巴 刀巴 我心想可能我家裡有少少魔化了 你魔化了 你們整個家裡的東西都有點邪邪 可以這樣說 如果有些照片可以給他打 OK的 好 繼續看這些玩具 這些其實是多久出了一隻嗎 真的不知道 其實短短短有出的 今天他的衣裳很有趣 超和的وت枢就有 平成和打耗有的 迪假沒有 någonting 幟宝賓有 反而梅比就是有 梅比斯是否當時有劇場版 那人的男主角出來了 即還以往做過的 甜 反而是 walk Die Zero 脈師 高師 反而這個系列是沒有的 我也不知為何 但我覺得應該是市場考慮 因為最消費力高是那一代 其實Silo也有很多人喜歡的 但我不知為何它這個系列反而沒有 不如我們先掛一些玩具 我們繼續說銀河聯邦 其實這隻是甚麼怪獸 這是七星鴨那條龍 現在卷了變成蛇餅 OK OK不知是甚麼 快要中秋了 播出時可能過了中秋 問心說即是風水陣的東西 就是這樣說 我們看到怪獸香 它出甚麼都不理造型是怎樣 這些還會買 肉的顏色 放在窗口的吸材 這是夜光 這是夜光 即是晚上可以發光 它挺有心思 它其實是一隻 如果出他 如果是Hawk角色 他會給他人改 muksy 正好 不過都有很多朋友 多舊都有發光 也退後不再試 是 necessarily不知道怪獸香跟銀河聯邦 究竟是怎樣開始有的 我也想知道 有些師兄不妨留言給我們 我也想知道 究竟的點故是怎樣 你這一集都在放讀Omen 他也是鹹蛋迷你 他讀了我的一隻 沒有圖 看看有沒有辦法 看看外面怎樣 這隻也漂亮 這隻的顏色也很漂亮 這裏有一系列 全部是金色金版 這隻顏色挺漂亮的 還有很多怪獸 其實你也有很多怪獸 不知為何我喜歡怪獸 其實這只是Ultram 你看到這也是 Ultram的怪獸 有很多人喜歡怪獸 怪獸的設計比Ultram本身精彩 跟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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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的主角 比起咸檢之類的 你只說兩隻 King Joe 巴勒坦 還有 積盾 你一出 還有食千怪 比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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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千怪也有很多人 比蒙 異類的抽出來 變成外傳 是的 他的怪獸也是成功的 雖然很多人都沒有再看鹹蛋之羊 不過我跟阿大肥一樣 我聽到 我有看的 那集 他都說還有看2S 我也有看2S 現在的鹹蛋故事怎樣 因為2S我就沒有看了 他們現在的鹹蛋之羊 其實經常都要翻用舊的怪獸 可能是市場需要 但那些超人 有時候都看到 一邊看一邊罵 尤其是那些設定 就是 做甚麼 現在都是這樣 一樣的 因為他現在變身 每一年都要推出玩具 所以什麼花款都有 那些變身就是 又組合 又要利用前輩的角色的力量 變來變去 有時候變得 好看就好看 變得不好看就嘔 還有還可以進化 他現在很喜歡結合 結合完 然後變成一個終極 終極 終極 再可以終極 即是無限終極 對 這也是沒辦法的 市場 因為他要出玩具 因為無面超人 我覺得不少都影響了鹹蛋超人的發展 但我覺得日本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傳承 他就是透過這件事去傳承 給不斷的新生代 其實他現在做了一些設定 無面超人 和鹹蛋超人 他都是為了現在的小朋友 那一班的market 你戰隊也是這樣 還有最關鍵 我想說傳承的最主要重點 就是 他能夠將舊時的角色 新的那批年輕朋友都認識 是 這件事最難 因為香港最大的問題 就是可能 我們這輩子只喜歡 最初幾輯 我也是 超和那組 我也是最喜歡超和 但日本就不是他 他可以新生代的朋友 都會喜歡舊時 這件事是他們做得 是一個很成熟的市場運作 你想想他連男主角 即是六七十歲 現在都很少出來 80歲 很多人去拍攝 他一出來 他一出來 只會舉手變身 我們都已經很大感覺 其實我很喜歡阿香 阿香英俊 很英俊 很英俊 真的很英俊 雖然經常做奸角 但是英俊 雖然我們講了一集鹹蛋 而我知道 你在拍賣會 我見證過你 你都買不少合金 他收到很快 其實合金也有很多 不過跟你們相比 我都不敢買 合金也有新的 其實鐵皮 不過一說鐵皮 大成那些 我又馬上要收嘴 你也有幾十隻 你都不差 幾十隻 但是他那些厲害 你不能這樣給的 是 不能人給人 不能給家 鐵皮 合金 果子 這些 其實都儲得很難 其實 但是到後期 有些東西要放 是不可以再追 追不掉 沒錯 因為其實香港買玩具 除了錢之外 其實地方才最重要 沒有地方 你看到這些全部大大盒 那些 你家裡比較小 這些怎麼放在家裡 真的放不到 或者你的倉 說你一有倉 又要有冷氣 又這樣那樣 那樣 未必個個可以做得到 而且盒子又大又深又闊 對 以前那些收拾 對 以前那些收拾 現在不是 譬如那些 這些膠工仔 都要弄成這樣 大盒 一看它的感覺 好像不大盒 你收不到貴 對 收不到貴 價錢也是成人玩具價錢 是的 這些全部都是給成人的 其實都是我們買回來 我的小朋友 如果說真的 大部份的小朋友 都不會玩 很少玩實體玩具 都是喜歡打遊戲機的 我們就不是喜歡 但是看晚玩 我們都要拿著實體玩具 不會看網上的 那今天我們這個 反壽展的兄弟情 差不多了 都很棒 寧微星12月 當然 先呼籲一下 從你角度呼籲一下 疫情都過了那麼久 我都知道范壽展一移再移 他有兩次了 雖然疫情還有些反覆 不過如果真的做好防疫措施 我都當然想去一下 即是宣洩一下 還有那個地方 其實我上次做完一次 除了認識了兩位大哥 我在那裡也認識了很多好朋友 很開心 對 很開心 現在都有 有時候去他的那間廠 不是那個廠 Mathville 認識了 Mathville 更有趣 工作上不知為何無理會 兩個有緣分 又認識的 工作上 在那個場合真的認識了很多人 還有拍賣 其實真的不要說 必須到好東西 不好也好 但那個氣氛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多謝你 希望你們12月成功 多謝你 那下次再上個力 救個女子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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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